为了将大记忆竞赛以及征照考试做准备 记忆班学生密集练习 不过面包制作过程 鸡蛋是必要材料 面对血蛋危机 昌华这间养鸡场老板热心均注鸡蛋 解决当下的问题 让学生能安心练习 练蛋搞得很多蛋 然后我们练任何东西 就是要很把握那个蛋的用量 然后现在有那个蛋的捐款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练习更多 这样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得名回来 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排队 然后买蛋 然后排场队 像我们老师也是非常努力在买蛋 会觉得这样子人家捐给你们 觉得蛮幸运的吗 对 我觉得很幸运 然后也很开心 有更多的练习机会 中兴国中表示 记忆班大部分的经费 都已经花用在逐年上升的原物料 如面粉 奶油 现在又遇到鸡蛋价格翻倍 还不一定买得到的总金 感谢业者免费提供鸡蛋 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及时雨 经过消息会他们自己的真正的测试 听说是买蛋能够买到的机率 就只有16% 那我们非常期待各界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农业制裁 愿意帮助我们的小孩子 让我们的小孩子呢 有这样子的机会去练习相关的烘焙的记忆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影响 全球性的影响 真的整个台湾的鸡蛋不是很多 也很缺 但是这个小朋友为了要比赛 要学技能 那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小朋友做一些事情 尽一点微薄之力这样子 有了教育充足的鸡蛋 让学生练习不中断 业者也允诺持续来提供鸡蛋 一直到学生考完技艺竞赛 记者女性哪线 采访报道